怎样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当代人呢? 我们把这个家卖掉吧 这是母亲葬礼后姚芳说的第一句话 在她眼中,兄弟姐妹们就像这老宅的寄生虫 大哥仍过中年,至今未婚 靠经营母亲留下的便利店为生 姐姐则立意归家,接手了这里的乌冬面大排档 而终日我在楼上的二哥 在学毕业四年仍未找到工作 只能在空虚中度日 作为以收益和效率为导向的职场精英 姚芳无法容忍废物在自己的世界里打转 就在母亲去世前,她刚被下属投诉职权霸凌 公司业务的快速增长 仰赖于她的精准判断与雷厉风行 但一家做员工心理照护的咨询机构 却出现职权霸凌投诉 这让社长很为难 对方希望姚芳能改变形式风格 而她却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之事 有些人的内心太过软弱 最终,她决绝辞去了这份工作 尽管已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 姚芳已有六年未回过家 父亲走时她毫无负担地缺席 现在又突然现身 家中三人一时无法适应 但她干净利落地安排了葬礼事宜 而后便开始了谋划 家中小店门客罗雀,营业额下滑 很快就会入不复出 姚芳希望把祖宅卖掉 四人分的遗产各个各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自己创业也需要一笔启动资金 但大哥却坚决反对 他觉得长子又守护家业的责任 尽管这份守护,显得古板又无意义 姐姐则无所谓 离婚归家的她本就寄人篱下 没什么话语权 若卖掉老宅,自己也唯有另寻他处 而那无所事事的费宅二哥只是沉默以对 他似乎已无力去应对任何的人事变迁 面对如此兄弟姐妹 姚芳唯有选择个个击破 最近,大哥正和一名农家女孩谈着恋爱 两人虽已结婚为目的 但对方不愿因婚姻而丢下家中田地 这让大哥很为难 而姚芳却似找到了突破点 乌农也比捉紧紧走得守着这店铺要好 很快,他一到去了女孩家中 事实提出让大哥先来农场帮忙 向身在职场那般 他精准抓到了对方的核心诉求 礼貌而干练地给出了解决方案 大哥猝不及防 但看到女孩满意的神情 也唯有应和之答应 自此,大哥开始了两滴奔波的生活 而姐姐也正谈着若有四无的恋爱 对象是附近修理铺的老板 一个汉厚老实的男人 只是姐姐并未想过再婚 这场恋爱只为暂时缓解寂寞 姚芳要把老宅卖掉 她无法反对 便想着另寻一份谋生的工作 搬出去独居 只有姐姐你认清了现实呢 姚芳悠悠感慨道 言语中无度挂碍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 终要独自去应付各自的人生 而那终日黄黄噩噩的二哥 却毫无应对之策 姚芳为他勿搜了一份差事 网上售卖二手电器 这生意不需要启动资金 也不必与人面对面打交道 很适合爱鼓弄小物件的废宅 丑话说在前面 已经没有人可以让你依靠了 姚芳冷冷说道 二哥沉默着没有回答 但是到临头 不得不去试试看 第二天 他出现到了修理铺中 兄弟姐妹各有着落 姚芳便开始邀请地产中介前来看房 全然不给众人缓冲的空间 在他眼中时间就是一切 抽出犹豫 只会影响人生的进度 自离之后 姚芳便谋化好了创业 为此 他雷厉风雄地挖走了 前公司的下属阿县 尽管对方一路追随自己 但他还是给出了双倍薪水 加业绩奖金的优厚待遇 当代社会 前世表达诚意最高效的手段 而于姚芳而言 效率是人生的基本准则 创业如此 为母亲办丧事如此 处理掉老宅亦如此 但他却忽略了阿县眼中的忧虑 并非每个人都能完美适应 所谓的当代准则呀 就像寄居在老宅的三人 他们左之右处 右翼不决 却又抱残首缺地生活着 今天是姐姐的生日 一家人谁都未想起 唯有修理铺老板还记得 男人心心准备了礼物 却不合时宜地求了婚 这份笨拙的惊喜 像对姐姐过往人生的一种冒犯 为什么呢 我还以为你是懂我的 姐姐喊着忧愿答道 尴尬收场的男人 在车上抽起了闷烟 姚芳追了出来 谈及姐姐的状况 对方说自己之所以选择求婚 是因为担心这老宅一旦拆除 这段缘分也会随之结束 男人没有孩子 但也离过婚 有关姐姐的过往 她一清二楚 到了这个岁数 多数人会选择大活过日子 但是呀 总觉得结了婚 你姐姐会轻松些 男人低声说道 姚芳无法理解其中纠结 姐姐离婚归嫁已有六年 虽然很多事无法靠时间解决 但人终归改变不了过去 为何不能就此往前看呢 另一边 二哥的行动将意外取得了进展 他从修理铺中买下故障品 自己修好之后放在网上售卖 虽然没怎么赚钱 但也算卖出了独立卫生的第一步 姚芳很开心 但还是在不自觉间流露出轻视 只靠这个也无法糊口吧 我会给你生活所需花费的 他随手拿起正在维修的手柄 却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这个我买下了 他不在意地说 你太恶劣了 二哥隐忍着愤怒起身离开 而一日一早 姐姐也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继续经营这间面馆 反正还能撑几年 到时再考虑也好 姚芳觉得姐姐是担心 女儿阿珍才不愿再婚 但她却无法理解其间心绪 阿珍与你在婚与否无关 难道你觉得 离国婚就不配拥有幸福了吗 这举外人般的言辞 总让人生出被轻视之感 反正我孤独终老 也没什么差别 你应该也是这种人吧 姐姐被深回应道 思想暗中做出些反击 但这类大而空的解问 从不会给姚芳带来困扰 她只想用最有效的手段 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 最终 她给姐姐的女儿阿珍打去了电话 第二天 女孩独自到来 母女二人毫无预期地相见 眼中都带着几分生疏与慌张 餐座旁交错而坐 女儿低声说 爸爸要再婚了 姐姐一瞬间乱了心绪 虽然夫妻远近各有路走 但孩子总会在其间承受着煎熬 女儿问及当初夫妻俩离婚的原因 姐姐不知该如何做的 只能反复说着对不起 但每当人们不遗余力地道歉时 总因为这事情早已无法挽回 不如就一起安静吃炭饭 然后让一切如既往那般 想尽下去吧 望着女儿离开的背影 姐姐脸上切满了心酸 生活至此 她仿佛已无力去改变什么 但无论如何 姚芳这自以为是的安排 还是触怒了姐姐 待遇来临前 她沉默走着 一路来到了男人的修理铺 有些决定似乎不得不做出 她在门前犹豫了许久 最后还是走了进去 不管要往何处走 正要为人生寻一处落脚地 关掉面馆 却和那男人移到生活 或许也并非什么糟糕的选择 而大哥却依旧想守着这老宅 就算陪前雇人 他也要把面馆继续经营下去 一家人冷战之际 二哥却又突然开了口 他想拿出母亲为自己攒家的 三十万压岁钱 用于购买二手电器经营课程 这种线上课通常都是骗人的 遥风布置一次提醒 姐姐也让她谨慎考虑 而这份劝诫 仿佛是对她过往人生的某种羞辱 看心情回来一趟的人 与离了婚采回家的人 没资格对我指指点点 因为你们不努力 也能活得有模有样 她低声道 你难得言之有理呢 遥风布留情面的西洛说 对于这个哥哥 他在觉已经到了提醒义务 成年人的人生 所有行为的后果都要由自己来承担 遥风也不例外 创业 融资 卖掉祖宅 或许飞黄腾达 或许泥足深陷 但无论怎样 此刻都应尽力为人生做着谋划 大学毕业便参与创业的她 对于即将由自己主导的事业 很有信心 五年内我就会让公司上市 所以没用的人就要赶紧请她离开 看办公室时 她如此对阿线说道 而几天后 一只两地奔包的大哥 却突然回头土脸地回了家 她向那农家女孩求了婚 却惨遭拒绝 现在终于可以按自己意愿 将家中店铺经营下去了 但大哥却无半点欣喜 看着推丧的男人 姚凤顿生出怒气不争之感 给我振作起来 去跟她复合 她想用力拉起大哥 得到的回应却依旧有气无力 一百年纪还因这种事而扭尼 真是无用的情感废物呀 这个家可能会在你睡觉时就不见了 姚凤决决说道 但此刻沉溺于情爱之商的男人 如一只败犬般没了斗志 无奈之下 姚凤唯有之身前往农场 替大哥去争取 名叫明日香的农场女孩 是个直爽干练之人 她直言并不喜欢姚凤 而姚凤也以同样言语礼貌回敬 面对局外人的纠缠 明日香不愿多理会 但执着是姚凤的处事品质之一 为了大哥的殷亲 她竟换上衣服 随明日香一起做起了农活 除草 栽秧 施肥 采摘 像以往那样 只要能达成目的 她便对未曾涉猎之事毫不抗拒 只是姚凤很难想象 有人能日复一日地做着这繁复无趣的体力活 而明日香却说她喜欢这份工作 于姚凤而言 在工作中寻求开心与喜欢 是很幼稚的想法 她只在乎成功 以求所有人认同她的正确性 你还真是只在乎自己的想法呀 明日香又有感慨道 姚凤欲作争辩 却因中熟而变得头昏脑胀 傍晚 大哥赶来 他终于下定决心舍弃家业 来农场生活 这场姻缘的最大阻碍 就这样被化解 姚凤醒来时 大哥正和明日香的父亲 开心饮着酒 人生事都是如此 往前慢一步便能宽阔几分 深夜二哥来接两人 他已许久未开过车 这一路注定声色而颠簸 一如他迄今为止的人生 不久后 筹划新公司开工的姚凤 突然无法联系上阿线 他怀疑是前公司的老板从中作梗 但对方对此一无所知 在当代生活中 人总会在悄无声息间崩溃 看上去乐观自信的阿线 大概已强撑许久了吧 如此状况不在姚凤的理解范围 但他竟第一次怀疑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回到家店铺停业的告示已贴出 下周大家就都要离开老宅了 大哥将去往农场 再接着会同修理铺老板一道生活 而达成目的的姚凤却无多喜悦 此时二哥一身不整地回了家 他被骗光了钱 直身上门理论却又反备教训 面对此般情形 大哥与姐姐如常想说些宽慰的话 但姚凤却不愿再顾念二哥脆弱的自尊 兄妹二人起了争执 最终开始了恶语相向 要知道你连死都是要花钱的 弱小的家伙只会怪罪别人 就如此没志气吗 与其抱怨不如想想怎么去扳回一城 不就三十万吗 我给你就是了 姚凤一鼓闹说出了许多正确而伤人的话语 被姚凤言语刺激的大哥与姐姐 决定带二哥把钱要回来 这次互惯乎到三人共同的尊严 所谓的骗子并不符合众人脑海中的刻板印象 反而更像一名职场精英 他干脆利落地还了钱 却依旧利用时间签好的合约 为自己做着辩驳 在他看来 这是两个成年人在规则内达成的生意 不必一家人都跟来 总之请用这些钱努力独立一把 你好歹也是个大人了 男人冷漠规劝道 而大哥似被激怒 起身向对方走去 二哥想要阻拦 现在不去和他争 你就一辈子都争不了 大哥背身说道 传四片刻后二哥缓步向前 将那三十万扔在了桌上 拿去好了 我会自己挣回来的 看着家人离去的背影 姚风问了男人一个问题 我说呀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 对方露出一丝轻蔑的苦笑道 总觉得这些事处理起来还真是麻烦呀 一瞬间 姚风将对眼前形象生出了厌恶 但是啊 这不就是自己所推崇的 有用而合格的人类吗 姚风是对过往人生产生了某种怀疑 归家后 他未再说则被言语 而只是低声道 大家真的都要离开这里了 对吧 这都是你的杰作呀 二哥冷冷回说 深夜 接烟许久的姐姐在院中点起了一支烟 虽然很生气 但就结果而言 我还是很感谢你的 他男男说道 而此刻的姚风沉默着没有回话 老宅即将卖掉 创业资金也很快就会到手 但他却始终未找到阿县 公司的事你不必烦心了 我只是很担心你的身体状况 他在电话留言中如此说道 众人搬出老宅后 独自坐在空堂大堂的姚风 突然想不起自己原本打算要做什么 此时又老主古灯们 他告知了这里停业的消息 对方带着几分遗恨转身离开了 而片刻后 姚风急不追出去换住了老人 但不知为何 此刻的他 就想不出要说些什么才算合适 我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切 一部很小巧的影片 却探讨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那就是怎样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当代人 我们跟随姚风的视角进入这个家庭 看到另外三兄妹的顽固 纠结与颓散 他们被旧有的伦理与情感所包裹 无法融入飞速向前的当代社会 于是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了停滞不前 最后只能在老宅中包残首缺地过着生活 而姚风就像一只鲷鱼 无论是否自私是否狭隘 他都尽力搅通了水面 让三人意识到了新的时代已然来临 而那就有的生活方式 既是牢笼也是惨念 他将众人围困 就算不愿 就算深深来迟 这就是家庭也必然会解体 与其心怀怨念的固守 不如尽早放开手脚去奔赴 但是姚风费尽心机 想推着废柴手足向前走 到头来却突然想不起 自己原本打算做什么 影片最后 他似恍惚意识到 人类的本质就是一坨情感垃圾 自己也盖莫能外 所以你我必须承认 人生本就是孤独一场 谎论原则化的现代社会 要做一名合格的当代人 大概就要成为那率先离朝的姑娘 而想在就有伦理与当代观念之间 就认为弃儿 不去衣服 不去冲突 最重要的是 别去回望 我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切 就把孤独当作徽章 先飞到更远处去望一望 也好 我是童九叔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